一把院三毒通过了性别工作平等法修正案 一百人以上的企业应该要设立补给乳食以及托儿设施 预估将会有超过368万的受雇劳工因此而受惠 怀孕妈妈生完小孩重回职场之后 想要补给乳食能不能有适合的地点或空闲的时间 都是个难题 立法院在今天三毒通过性别工作平等法修正案 原本规定两百五十人以上企业要设补给乳食 托儿设施或是托儿措施的门槛将下修到一百人以上企业 补给乳食的部分我们会提高最高两万块的补救经费 然后托儿设施的话我们最高会提供两百万的一个新建经费 然后托儿措施的部分我们最高会提供六十万的经费 劳动部表示修法通过之后预估适用的事业单位有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七家 劳工人数大约三百六十八万人 比法案三毒通过之前增加了一百二十四万人 提案修法的立委王玉敏第一时间在脸书上表示 预估会有超过百分之五十六以上的劳工受惠于新智 享受企业育儿福利 至于企业若是空间不够该如何处理 劳动部表示会和地方政府来协调解决 我们会协助企业单位去做签约的一些方面的协助 结合地方政府 然后尽量看企业单位遇到的困难 然后我们会去接下去协助 他看是签约上有困难 或是整个设置上有困难 另外为了让劳工可以兼顾到工作和亲职 这一次修法也放宽补乳期限 从子女一岁变成未满两岁 而且除了规定的休息时间之外 雇主每天要另外给予补给乳时间一小时 超市加班的话超过一小时 也可以有30分钟的补给乳时间 希望可以营造出更友善的育儿环境 记者曹英俊谢启文 特别报道